唐上發布的全球交通塞車指數調查報告指標 主要來自使用該公司導航軟體的車輛行駛於台中市所有道路 含高快速公路的數據分析而來 從該公司統計資料也間接顯示台中地區蓬勃發展 吸引大量車流而衍生塞車問題 更凸顯了台中捷運興建的必要性 本局觀察台中近一年交通狀況 去年因本市多項重大交通建設工程 持續施工中如國一銜接台西市工程 周邊道路受工程影響導致行車效率不佳 今年國一大雅系統交流道通車後 往返大台中的車輛可透過國一大雅系統交流道 直接通行國一與台西市 大幅降低國一大雅台中交流道周邊交通疏解壓力 本市中心路環中路交通狀況 也已有較通車前改善 但同時台西市車流量也隨之增加 台西市主線及重要交流道周邊 監工時段常發生車座擁堵情形 對此交通局會將該公司調查統計資料 作為台中市交通治理參考 並持續推動捷運建設改善交通問題 作為台中市交通局會有更多的